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年过一百年之后出现的一个圣人 那他是早期受了一位圣人 圣波利加普 圣波利加 是在小亚西亚 那这个圣波利加他是圣肉旺的门徒 所以他是圣肉旺的门徒 的门徒应该是见证人的第三代 他也知道了肉旺所见证所看到的一切 圣波利加普就把这些事情跟他讲 他可以说是我们神学之父 我们天主教或是基督宗教 神学之父 他写了很多 也把我们整个的道理有系统的 比较早很早就把我们教会的道理的系统写下来 我们祈求在天上的这位圣人为我们祈祷 我们能够坚持忠心与我们的信仰 现在我们大家人最准备我们的信 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我向圣人的天主和各位教友 承认我誓言行为上的果实 我罪 我罪 我的重罪 为此恳请终生同真圣母玛利亚 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 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请大家祈祷 天主 天主 你正使圣道圣者 一人主教 勇敢维护真道 公固了教会的和平 求你赢他的转求 使我们借信德与爱德 从事生活的革新 致力与促进彻 彼此间的团结 与和睦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 我们的主天主 耶稣基督 祂和你其圣神 永生永往 阿们 公读创世记 后来那三人 由马末勒 起身 往所多玛地方去 亚巴郎送他们 也一同前行 上主说 我要做的事 怎能瞒着亚巴郎呢 因为他要成为一支强大而兴盛的民族 地上所有的民族都要因他蒙受祝福 何况我拣选了他 是要他训令自己的子孙和未来的家族 保持上主的正道 伸张正义 主持公道 好能实现上主对亚巴郎的许诺 上主于是说 控告所多玛和哈摩拉的话实在很多 他们的罪恶实在深重 我要下去看看我所听到的控诉是否确实 三个人当中有两个转身向所多玛走去 亚巴郎却仍然站在上主面前 亚巴郎走进上主面前说 你真的要把义人跟二人一起消灭吗 假如城里有五十个义人 你还要消灭吗 你不愿意为了那五十个义人而赦免那地方吗 把义人跟二人一起杀掉 你一定不会那样做 你一定不会那样做 把义人如二人一样看待 是你绝不能做的 世界的审判者 岂能不行公义吗 上主答说 假如我在索多玛城中找出了五十个义人来 为了他们我要宽设整个城 亚巴郎接着说 我虽然是灰尘 请容我再大胆对我主说 假如五十个义人中少了五个 怎样呢 你就因为少了五个而毁灭全城吗 上主答说 假如我在那里找到四十五个义人 也不毁灭那里 亚巴郎又对他说 假如在那里只找到四十个呢 他答说 为了这四十个我也不毁灭那城 亚巴郎说 求我主不要动怒 容我说 假如在那里只找到三十个呢 他答说 假如在那里只找到三十个 我也不毁灭那城 亚巴郎说 容我在斗胆对我主说 假如在那里只找到二十个呢 他答说 为了这二十个 我也不毁灭那城 亚巴郎说 求我主不要动怒 容我最后说一次 假如在那里只找到十个呢 他答说 为了这十个我也不毁灭那城 上主和亚巴郎说完话就走了 亚巴郎也回家去了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上主赋予人爱宽恕 上主赋予人爱宽恕 我的心灵请歌颂上主 我的五内请赞美他的圣名 我的心灵请歌颂上主 不要忘记他的一切恩宠 上主赋予人爱宽恕 他赦美了你所有的罪行 治愈了你的各种病症 他叫你脱离阴间 给你加上人爱和慈悲的容冠 上主赋予人爱宽恕 上主赋予人爱宽恕 及其慈悲不轻易发怒 他绝不会长期责问 也绝不会永远气愤 上主赋予人爱宽恕 我们犯罪他没有惩罚我们 我们作孽他没有报复我们 天离地有多么高他的慈爱 对敬畏他的人也多么深厚 上主赋予人爱宽恕 Alelu Allelu Allelu Alleluia 赞美天主 今天我们不要再心意 要听从上主的声音 Alelu Allelu Allelu Alleluia 赞美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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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elu Alleluia 赞美天主 Alelu Alleluia 赞美天主 Alelu Alleluia 赞美天主 赞美天主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你的心灵同在 共读圣玛窦福音 主天光荣归于你 那时耶稣看见许多人围着他 就吩咐往湖的对岸去 有一位经师前来 对他说 老师你不论往哪里去 我都要追随你 耶稣对他说 湖里有缺 天上的飞鸟有草 但是人子连枕头的地方也没有 有一个门徒对他说 主请许我先去安葬我的父亲 耶稣对他说 你跟随我吧 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 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大家平安 神父平安 在我们的修会 我们通常说 在初学的两年 我们初学 我们会做两年的时间 在准备要成为修士 成为要发愿之前 就要初学 那在初学的这个期间 我们觉得我们的 灵修生活是非常非常好 我们做完了 出学之后 要发愿的时候 那时候就很多很多的 的修士们就说 我如果现在死了 我确定我应该是 是直接到天上了 到天主那里去了 那时候我们就觉得 我们跟天主的关系 是非常非常的好 甚至觉得 他是在我们左右边 在我们前后 我们往哪里走 天主 我们就是在天主的 的拥抱内 有的时候 我们更觉得 天主好像是在我们的手掌里 我们握着天主走 我们往哪里走 我们就带着天主 而不是天主带领着我们 我们需要什么的 我们就把我们的手打开 就跟他讲 天主 我什么什么什么的 以后再握起来 所以那时候 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我不晓得 可能是我们 我们自己在 我们的灵修的过程当中 可能有一段时间 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在今天的福音 我们看到有两个人 他们要来跟随耶稣基督 第一个就说 主啊 他是一个经师 他说主啊 无论你往哪里去 我一定会跟随你 无论你往哪里去 我一定会跟随你 他觉得跟随耶稣基督 是非常容易的事 耶稣往哪里走 耶稣做了什么事 遇到了什么事情 他都应该可以承担的 等于说 领修生活是在他自己的掌握里 他可以做决定 他可以以他自己的主观 来做决定 要走这条路 没有问题 我应该承担得了 我应该背得起 我应该可以的 所以领修生活是 靠他自己的努力 无论你往哪里 我可以 我一定会跟随你 所以耶稣就跟他讲了 说要跟随我 你要注意 有很多很多的挑战 连要睡觉的地方 也没有 什么房子也没有 不只是房子没有 什么都也没有 那你可以吗 耶稣讲了这个 我们就不知道 这个人 他做了什么决定 但是从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 耶稣间接地 拒绝了这个人 拒绝了这个人 来跟随他 另外一个 来了一个人 那这个人 在我们的圣经中 说他是 他是门徒 但是 实际的他是 十二种图里面 其中之一 我们就不知道 但是他这个人 来跟随耶稣 他也知道 他有一些事情 所以他向耶稣请求 请你允许我 先回去 埋葬我的父亲 他可以说 很谦卑的 很谦虚的 告诉耶稣 他的困难 要跟随耶稣基督 真的不是很容易 还有一些事情 他让他很担心的 他想要先去 处理这些事情 这个是很正常的 我们每一个人 要跟随耶稣基督 有很多很多的事情 是在我们的背后 好像是把我们往后拉 让我们很担心 但是耶稣 也应该是 渐渐地跟他讲说 你不要担心这些事情 来跟随我 其他的 我会来满足 我会来弥补 可能我们担心的是 我们自己的缺点 我们的不足 我们的担忧 当时耶稣就说 只要你来跟随我 其他的 我会来弥补 所以耶稣就跟他讲 你来跟随我 至于死人 你所担心的这些 有另外安排 那这个安排是交给天主 所以从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 在耶稣 左右边 跟随耶稣的 有很多很多的人 有一些人 他们跟随耶稣 就是来看看热闹 好像是前面的 那个人 他们就是来 但是也不知道 为什么他们来跟随耶稣 有很多很多的事情 会 会 烦恼着他们 但是他们就是没关系 不担心 但是另外一个 一些门徒 另外一些人 是耶稣的门徒 他们真的是 跟随耶稣基督 跟随耶稣基督 他们放下了一切 他们知道 耶稣基督会来弥补 他们所需要的一切 所以从这里的 圣经的故事 我们看看我们自己 我们与天主 与耶稣基督的关系 我们跟随耶稣基督 我们是以怎么样的心态 去跟随呢 我们是否很自大地 觉得说 我自己可以 以我自己的能力 我们可以去跟随耶稣基督 或许我们完完全全地 依靠天主的恩宠 天主的力量 帮助我们 能够继续往前 跟随他呢 现在让我们把今天的祈祷的一项奉献于天主 天主,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 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 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帮助福音的传播 天主,愿你以生存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皆以你的旨意为全身 求你帮助我们全心、全灵、全意、全力、向爱你 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崇拜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呈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生命,并为拯救世人 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基督圣人圣女的玛利亚 终身适奉你 天主,请以你的宠爱沐浴我们的身心 也祝你生于我们的父母、家人、亲友 生于教会首长、国家领袖及各级政府官员 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为众人服务 全能永生的天主,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 求你把最是其恩的安慰者圣神 新助于我们,其一切信用的心中 求赐我们敬畏及笑爱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聪明及刚义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操见及明打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天主 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 卷弃成建 超出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 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 并使稍微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 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 我们把一切伤心人的意愿和希望 交托在你手中 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为他们祈祷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显扬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嫌于诱惑 但就我们源于凶恶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 圣子及圣神将福你们 阿们 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里程 你们去传报福音吧 感谢天主 在圣神中和树内 我们何而为一 在圣神中和树内 我们何而为一 我们祈求有一天 不是万民能和你 因相爱别人认住 我们是基督徒 别人能认住 我们是基督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天主